各被束缚的奴隶都可以凭着他自己的手挣脱他的锁链。 沙士比亚凭着日规上前思的阴影, 你也能知道时间在偷偷地走向更古。 沙士比亚草率的婚姻少美满。 沙士比亚苦难可以试验一个人的品德, 非常的遭遇可以显出非常的气血。 沙士比亚本来无望的是大胆成事往往能成功。 沙士比亚思想是生命的努力,生命是时间的弄, 人沙士比亚庄严的大海产生蛟龙和金泥。 清浅的小河里只有一些公平足美味的羽虾。 沙士比亚品性是一个人的内在, 名誉是一个人的外貌。 沙士比亚一个是性子的女人, 就像翻腾的灼水, 纵使口干舌燥,也不愿错饮一口。 沙士比亚真实爱情的途径并不平坦。 沙士比亚无论男人女人, 名誉是他们灵魂里面最切身的珍宝。 谁偷窃我的钱能? 不过偷窃到有一些废物, 一些虚无的患者。 他从我的手里转到他的手里。 他也会做过千万人的奴隶。 可是谁偷窃我的名誉去? 那么他虽然并不因此而富足, 我却因为失去他而成为赤品了。 沙士比亚不要误蔑你所不知道的真理, 否则你将以生命的危险重重补偿你的过去。 沙士比亚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, 那实在是一种浪费。 上天生下我们, 是要把我们当作火炬, 不是照亮自己, 而是虎照世界。 因为我们的德行, 唐不能推其他人。 那就等于没有一样。 沙士比亚书集是全人类的营。 同养品沙士比亚爱情的鲜艳的容色和热烈的心, 也会因困苦而起了变化。 沙士比亚最恶劣的事态, 总有一天告一段落, 或者逐渐恢复原状。 沙士比亚生活里没有书集, 就好像没有阳光。 智慧里没有书集, 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 沙士比亚爱情里面, 要是掺杂了和他本身无关的算计。 那就不是真的爱情。 沙士比亚宁愿做一朵笔下的月花, 不愿做一朵受恩惠的强违。 与其逢迎欠美, 偷取别人的欢欣, 无名被众人所逼弃。 沙士比亚任何恶德的外表, 也都附着若干美德的标志。 沙士比亚爱的力量是和平, 从不顾理性成规和荣辱。 他能使一切恐惧、震惊和痛苦。 在身受时化作甜蜜。 沙士比亚不如意的婚姻好比试作地狱。 一辈子鸡云斗, 不得安生相反的, 选到一个称心如意的配偶。 就能百年协和, 幸福无穷。 沙士比亚对人要和气。 可是,不要过分狭逆。 沙士比亚,如果一年到头如假日, 其不像连日工作那样提罚。 沙士比亚, 若是一个人的思想不能比飞鸟上升的更高。 那就是一种卑微不足道的思想。 沙士比亚, 沙士比亚, 无论一个人的天赋如何优异。 外表或内心如何美好。 也必须在他的德性的光辉照耀到他人身上发生了热力。 在有感受他的热力的人把那热力反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, 才能体会到他本身的价值。 沙士比亚富贵不然和友谊的好坏无关。 但是,贫穷却最能考验朋友增爱分明的真假。 沙士比亚,